现在是2024年的4月5号 早上的6点30分 临海火车站 我现在距离了家还有110公里 这几天起来的越来越早 一家进睡不着了 今天可以去一个正轨的厕所 这几天都是在野外 早上这个火车站还真安静 昨天晚上八点路灯就熄灭 晚上可能是火车进站就少了 还有他这个停车场 兄弟们是收费 我有时听到他这个栏杆 他会读谁谁谁撤号 停留多长时间 消费了二十三十 然后不是免费的 但是应该在一定时间内是免费的 我一看到这个水管 我想起个事 昨天大家不是担心我吃这个水吗 怕不干净 我看到有个友人说你买个测水笔 下次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一个 可以测试一下水质好不好 早上还没放 我今天也不想带那么多水 一共就两天就到家三天 兄弟们这里好安静啊 就我一个人 可能没有我起来的早 就我一个人真爽 马上到他的卫生间了 卫生间不知道收不收费 应该不收费 南方的小伙伴们羡慕我不 四月还要北方还要戴帽子 我的天哪 我快点把手套戴下 今天早上还挺冷的 搁面的小伙伴等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了国道就要连续爬三个坡然后第三个坡上应该有一个市场但是那个坡不好停我记得想买东西那个大坡我车都站不住行啊爬三个坡看看那个路边能不能有早餐 现在是六点五十分 我看见有卖盒饭的啦兄弟 老板这都有啥吃的 小米粥 馅饼 小米粥 馅饼 馅饼啥卖呀 两分天一块 鸡蛋一块钱一块 小米粥呢 小米粥两分天一碗 咸子你两分天一有点 好好好那我来一碟咸咸 一碗小米粥 你现在吃的吗 我就住这吃就得了 吃过鸡是多少钱咯 我不整个吃过 就是路我的生活 发购的 记住生活 这个鸡 你吃多些整个鸡吧 个大鸡也行 个小鸡也行 谢谢 老板 再给我装两碗线 我带着 带着吃 然后我来挖上去 这两个鸡饼 晚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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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晚啥饭呢 那个 中途饿了 我就得给它吃掉 今天 使使劲 看能不能起到盘景 兄弟们 这几天营养过剩 流鼻血了 营养过剩 要堵着走 不能种吃好 得吃清淡 下雨了 不是说没有雨吗 还有派阳就下雨了 说是多云 这怎么还下小雨了呢 我估计也就是能下一会儿 一片云这吧 我今天想骑到盘景 然后离家里还有五十多公里 我一天骑着有点费劲 等我骑到沙岭的时候 我让我妈骑电动车来 用绳拉着我二十公里 然后我就到家了 这样的话 我今天得骑到盘景 骑到盘景六十多公里 够呛 我看地图前边还修桥呢 我还得绕路 今天够呛 老哥 打听点儿事儿啊 他这个大阳线快到盘景那块 有个圣立堂大条 是不是在修桥啊 嗯 那是不是得绕着走啊 对呀 有小道 对 他这大阳问 他这大阳问 拿着他就下一个 就跟那些车走吧 他们都能找着道了是吧 对对对 好 好 谢谢啊 太阳了 太阳了 溜得完了 哈哈 看看到桥跟前再打听打听 能不能过去 不能过去 我还得回来 老哥的意思是说 跟着那些大车走 他们跟哪走 那些大车跟哪走 我就跟哪走 能过去 在这个岔路上休息一会儿 吃两个馅饼 再赶点路 明天到家 这风太大了 那手机架都不敢摆 只干 用这个第一人穿这个视角 给大家拍视频 摆在这个地下 风就刮倒了 还有这个镜头 我敢放 其他的镜头都放不了 这个架哪也摆不了 风一刮就到 快一家风呢 还咋着 前面要是不修桥的话 我今天清晰了 就能到那儿休息一会儿了 马上就快到大桥了 我看看他们车都从哪里走的 啊 这些车就是在这转的 跟我导航的路线是一样的 给桥就给这儿绕了 没有别的路了 啊 那就按导航吧 这导航还行 可能都是按导航走 进入数十二支 全都走这条道 走吧 杀招 前方人数十二支 继续骑行大约10.4公里 10.4公里的话 到西龙台 我今天一共骑了50多公里了 今天起50多 明天起50多 到家 哇 这路不好走啊 那也比过不去强 是不是 哇 这条烂路终于熬出头了 马上进入102 顺着102进入寒井市区 我还没找到 前方100米右转 进入102省道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路纹地 右转 进入102省道 102不是国道吗 怎么还省道呢 可能在省内就叫省道 哎呀 明天就到家了 这要是不离婚 回家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吃顿饭 唠唠咳多好 哎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我发现了个医院 看看这个医院 院里可不可以住一晚 研究研究 我先停这儿瞅一眼 有厕所啊 我在跟这儿住 没有的话我就走 这这这假话 这多少个停车位 兄弟们 是不是 这是我最后一个露营地了 明天就到家了 看看这是什么医院 我也没看 骂呀 辽 辽宁省盘锦监狱医院 在这里 哇还有水呢 洗了把脸 挺方便 在这儿靠个边 住一晚吧 这一大片的停车位 我都不知道挺哪里好 这么大一片 可就是选可就是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兄弟们 我得记录一下 做个证 我这个角落这块好像是个垃圾堆 看看 塑料袋 那儿 维生纸 各种包装 垃圾 我记录一下 别以为是我扔的 我绝对不会往这扔 因为啥呢 你看那边上就是个垃圾桶 我肯定会扔进垃圾桶里 要是有人来问的话 我把这视频给他看一下 看看 他这个是个什么洞 厕所不能 反正就 你看大家作证啊 你看这附近 全是垃圾啊 可不是我弄的 我车刚停着 我连车门都没开呢 不记录一下真不行 万一有人来 你瞧瞧这块叫你弄的 全是垃圾 是不是 我连车门都没开呢 我一个不是我扔的 这块我为啥停这呢 我就是乡中 这个垃圾桶比较近了 我感觉还是心里没有底 这垃圾太多了 这块 我还是决定把这个车 挪到这个车位 这个车位比较干净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兄弟们 我是不是有点多心了 那个角落垃圾太多了 我这块就没事了 就这儿了 搞定 有的友友跟我说 你这个 一天就骑行 拍这拍那的 也看不见你做饭 那做饭 你想想 你在家里的时候 是不是也经常点外卖呀 是不是经常买现成的吃 偶尔有心情炒一炒菜 你说这一天骑得更累的 谁愿意炒啊 那除非炸的行呢 就像我从出发的地方告诉大家 就出发了 然后中途啥也不拍 到露营地就开始做饭拍做饭 那这样就舍去了 路上的景色 和唠嗑的时候 就直接就做饭了 每个人拍摄不一样嘛 但是今天我这附近有一个 菜市场 我看看 有啥 是买现成的 还是 炒菜呢 你就说炒 兄弟们 你这一天吃啥呀 多费劲 你们在家里每天都吃啥呀 所以一天天吃东西都愁得慌 就瞎逛吧 我也不知道吃啥 这一定是真好 还有菜市场 再有兄弟们 他这个叫监狱 监狱医院 只是离这个监狱比较近 然后这么命名的 好像这个附近的人 都可以去那里看病 好像 你就说让我炒菜呀 兄弟们 真的炒啥呀 我就想买点现成的 然后做的大米饭就完事了 要不弄点土豆 豆角 炖肉 用点茄子炖肉也行 是不是 那我得先看看有没有肉 哎 剪块豆腐吧 豆腐咋卖呀 豆腐三块 三块钱这一块 对 拿一块 这是辣 这是大地的 这有点辣 对 对 这是真虫 我也来点小翅膿去 来点小翅膿拌豆腐 那不杂的 小翅膿两块钱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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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半块豆腐的就行 来几根就行 行行行行 给我挑两个细的吧 来这个 行行行 我就拌点豆腐吃 好好好 这大风太大 买了一块钱的小葱 三块钱的豆腐 今天给你们做一个菜吧 不然的话平时我都买现成的 你们老说我 还有一个评论区留言 我看有个友谣说 这个王同学怎么不在车外边做饭呢 我今天回复他 我说这个外边风太大了 做饭不方便 你看有个友谣回答他啥 懒呗 这怎么在里边做饭和在外边做饭 和懒还能联系上呢 那在外边这寡的全是土 怎么做呀 其实我每天也 也在做饭呢 你们为啥老说我视频里没有做饭的 镜头呢 只是说我吃的东西比较方便一些 我不喜欢做那些太复杂的 本来一天都够累的了 除非这个视频里边 60%的时间留给做饭 就可以弄个煎炒烹炸啥的 方便一点 你这样边赶路 在边那个做饭有点不太方便 回家了以后 我休息这段时间给你们拍做饭 我看看你们觉得哪种效果好 好不好兄弟们 咱们也就是各个类型的都尝试一下吧 这点水都给它用光 省着明天拖着它怪沉的 用光我也没啥用的 就投个米 多少也得路上带点 万一有点啥突发情况 就是不能用光 这颗汽能不能给它做熟 我就不用打新汽 汽买多了 在定眼线买那一箱 一个都没动 你们说我视频里不爱做饭 做菜 是不是觉得我吃的东西生的 你们看不惯呢 像什么黄瓜我就生着咬 胡萝卜 是不是 再不大冲 豆河我也是生着吃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生吃的东西不太好 在家里的时候 我平时也不怎么炒菜 有的时候也买现成的 今天这个菜比较快 饭好了我就可以吃饭了 小葱跟豆河怼过怼过 看这小葱多嫩 等回家了 不齐行了 我答应大家 给大家出一期就是 怎么拍摄剪辑的视频 然后办理离婚它不得有冷静期吗 这冷静期在家里给大家排排做饭啥 然后我想离婚彻底办好了之后 然后再研究这个二手车去 我顺便也就是在家里养一养 我现在怎么说呢 这个膝盖就咬牙坚持在骑 我要彻底就是休息休息 给大家先拍一个月日常 等在出行出来的时候就说不上什么时候能回一次家了 好好整理一下 我也想想到什么 车买来自己装 自己会会坐的地方都自己弄 就比如说那个指振隔音必须得坐 因为那个看到那些视频 他们下雨天那个车不坐那个隔音 咯咯咯咯 劈了啪 劈了啪 里边哥们没法待 它呢也就是一个铁板 就好比你看 我这车也是个铁板 你们那个车顶 它也是个铁板 我这个里边 你看里边加泡沫就这个声 你不加那个隔音 那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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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下雨 没个呆 这关气还是没有坚持到讲 还得弄一个 饭都没煮好 八冲这漫天 八冲这漫天 它可能都是 没烧 它也有点热乎吃 它这个坡还这么抖 放不住我这桶 这桶 这桶 桶这角度挺惊险的 挺惊险的 挺刺激的 你看我今天洗葱 都可以这么洗 都不用盆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水 明天我就不用了 洗个冲全用光 你说我这冲洗得干不干净吧 省点 一会还得刷锅 我这饭菜 多方便 明天 我看我几点起床吧 60公里 能到家 60多一点点 就算它60 我今天也起了60 今天起了60 下午3点 40 就找到这个露营地了 如果明天 我起来的早 我估计也三点 差不多能到家 最晚四点 最快的话 两点也有可能到家 所以说这个不好说 不知道路上 会有什么问题发生 正常的情况下 就像今天这60公里 那就是 3点40 我发现它 我这一盆 再拌个豆腐 拌不下了 我先给这个小葱 给它割盐 抓一抓 你不然这小葱 支了拔撬的 豆腐倒不进去了 把小葱先给它拌了 然后再往里加豆腐 这得冲个盐 一杀 那也就没有多少 半盆 剩下半盆 留装豆腐 正好 我看开炒菜了 吃啦 哗啦 皮啦啪啦 完事 我这属于 无盐炒菜 这点虫 我快拔了20分钟 终于粘了 粘了就腾出地方了 所以可以下豆腐了 这点虫拔了 我这一块豆腐都吃不完 那也都放里头 看这个豆腐挺嫩的 应该是卤水豆腐 它这豆腐三块钱一块 那个人说得有一斤六七两 那三块钱那天是多少钱一斤 我记得都是两块钱 我们家那块好像是两块五一个 我今天这也算是炒菜了吧 这不正在炒吗 就这么个吃法 你们可能觉得不吃这种生的东西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弄熟了吃 但是我估计有东北的有的人看着这个菜应该可以觉得这是个菜吧 开始 吃饭吃软饭 吃菜吃生菜 是不是比较另类 粘粘乎乎的那种 粘粘乎乎的 你们想看炒菜 还不能在家里炒 还在野外炒 是不是那种感觉 要是纯粹的看炒菜 那直接就是看 大厨教学就菜谱去了 是不是 我去宅我家外边给你们住啊 不在屋里边住啊 当你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 爱一个人 一定不爱你